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些其他的友商进行了强势的吐槽 当然魅兰LOD3这款产品还是非常不错的 尤其是7999的价格更是引发了大家的欢呼 当然魅兰LOD3可能有两个小小的问题了 一个就是外放的效果不明不太好 另一个就是卡槽依然有一点小松动 但是抛开这些来看的话 总体上看魅兰LOD3还是一款非常非常均衡 性价比很高的产品了 大家买到可以说是赚到了 当然你跟黄牛抢啊跟网友抢的概率是非常非常小的 可能大部分用户要通过线下的魅族渠道 去加价200左右啊 或者是那些套餐啊来买到 第二个是华为P9 华为P9昨天晚上在伦敦发布了 还有P9 Plus嘛 然后不仅有鱼大嘴坐台 还有莱卡认证的这个相机来加持 当然海外的售价确实非常高了 已经赶三星超苹果了 我预计国内的售价应该是2999起 然后具体的表现怎么样了 可能还是要等15号 它在上海发布 如果说有机会 我来在现场给大家带来一个体验再讲吧 第三条资讯呢 就是近期爆出了蔡崇信 也就是阿里的元老之一吧 那个蔡崇信成为了厄勒马的董事 这个基本上把去年年底 阿里投资12.5亿美元入股厄勒马 27.5%的股份 这条资讯给坐实了 这也是饿了吗 G315爆出食品卫生问题以后的一个好消息吧 然后的是戴尔的消息 戴尔昨天还是前天 推出了一个笔记本 叫Latitude的7000系列 这个它的一个配置的话 用的都是那个Curay M系列 其实配置比较一般了 然后售价是7299起售 4月20号发售 然后有网友评论到 跟XPS13相比 又厚了又重了 然后性能又下降了一些 但价格却并没有降 还有一条消息了 再跟大家讲一下亚马逊 亚马逊的CEO 这一周吧宣布了就是说 那个Kindle 新版的Kindle 会在下个月 不 新版的Kindle 会在下周发布 然后我其实挺期待的 我身边的很多读研的朋友 都在用Kindle Kindle确实是一个你认认真读书 非常好的一个电子工具吧 然后最后一条消息了 是一个好玩的消息了 小米的总裁林彬 在微博爆料出 当年其实小米科技 原来打算不叫小米科技的 叫玄德科技 那这意味着可能 那个小米手机 不叫小米手机 叫玄德手机 幸好当年并没有发生 这样的现象 不然今天的国内手机市场 就会有什么 云场手机啊 易德手机啊 孟德手机啊 我觉得那个 罗老师 用那个 易德手机比较好 张飞嘛 感觉跟罗老师比较 有点感觉 然后就是 甚至可以有厂商 打出这样的口号 宁可天下人 耍我 不可我耍天下人 OK 科技资讯大概就是这些 已经报完了 现在呢 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个西湖的景色 确实是刚下过雨 整个世界都干干净净的 非常非常的清爽 OK 为什么来西湖呢 就是因为跟着老师到绍兴去开会 但在西湖之上了 我真的挺想 就是给大家读 背一下小学学的一首古诗 非常应景 水方念艳 情方好 山色空蒙 雨一齐 欲把西湖 比西纸 淡妆龙膜 总相宜 以后的话 我可能会经常在路上 希望大家不要嫌弃 然后我会在路上 也会带大家去不同的地方 给大家坐一分钟 极简 油拉风 每天一分钟 面得很快 是 还是 的 不 真的 我 我 没 有 没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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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曲 李宗盛 一而美不美 一而美不美